AI教父黃仁勳旋風來台 在今天出席台大畢業典禮 擔任致辭嘉賓 身為惠圖晶片大廠揮答的創辦人 黃仁勳目前身價達到了新台幣1兆 那麼在這個彭博億萬富豪榜上 是排名第37名 典禮上他也鼓勵學子們 全力奔跑追趕時代 而且在開場時還大售台語 讓現場的學生們驚呼連連 穿著招牌皮衣 黃仁勳一走進台大禮堂 立刻掀起騷動 大家搶著合影 繪圖晶片大廠揮答創辦人 也是執行長黃仁勳 擔任台大畢業典禮致辭嘉賓 一開口先秀這段 我今天本來想說 跟你們說台灣話 但是越小越緊張 帶點美腔的台語 因為9歲就跟著家人 從台灣移民到美國 AI教父黃仁勳 這回來傳授苦盡甘來的法寶 走 不要走 你走為食物 或你走為食物 談話新鮮人要跑起來 更分享回答的三個小故事 金句連發 遇到我們的錯 和愚蠻地 請幫助 避免痛苦和悲痛 一直都需要 想像一個想像 要毕业生不要怕失败 今年60岁的黄仁勋带领徽达走过30个年头 曾获选时代杂志百大影响人物 也因为人工智慧AI热潮 让晶片设计巨头徽达搅出亮眼财报 更带动黄仁勋身价冲到一兆新台币 在蓬勃亿万富豪榜上排名第37位 日前还有民众捕捉到他轻松逛夜市买麻花卷 展现亲和力 而来到台大的这场演说 也暴露了丛林生存法则的金句 记者综合报道